而且台灣人的大學 多數都沒有品德 多數喔 我講多數是兜到什麼 百分之九十幾 白飯之亂 他講說白飯吃白飯 吃飯配菜白飯之亂 各位可以Google去搜尋一下 你可以看到台灣那種 都沒有品的那種整個社會 學生什麼 就跟太陽花以來那種 那種沒有品 自己做什麼都認為自己是對 然後後來發現不對的 就說我是學生啊 學生你們要原諒我啊 我們大學不是在教學生 在教醋XX的 我告訴你 以前大家擠迫要上大學 所以李衍哲跟李登輝都 阿咱就扣大 所以通通編大學 開始編大學是 學院 工業技術學院編大學 後來呢後來就專科編大學 專科有很好的專科 台北工專高雄工專 他也編大學 後來呢 後來變高職 都變大學啊 各位 台灣大學一多的話 少子的話 哪有沒有人來練啊 現在大學慢慢在關閉 阿有沒有人檢討 沒有 阿想騙大陸的學生來練 我從來都 對外很多年我都公開講 大陸學生不要到台灣來 你不要到台灣 台灣人看不起你 你來幹嘛呢 你說我來學習 你來學習 其他地方啦 我告訴你 以我所見喔 亞洲華人喔 最好的學校 除了中國大陸的北大這些 可能一般人考不上 香港跟新加坡的大學都非常好 數字比台灣高 高很多啦 台灣那個是每天自己在吹捧 而且台灣人的大學 多數都沒有品格 多數喔 我講多數是多到什麼 百分之九十七 沒有品格了啦 我告訴你 七月初你到台灣 你在台灣發生什麼事情嗎 發生白飯之亂 他講說白飯 吃白飯 吃飯配菜 白飯之亂 各位可以Google去搜尋一下 你可以看到台灣那種 都沒有品的那種 整個社會 學生什麼 就跟太陽花以來那種 那種沒有品 然後自己做什麼 都認為自己是對 然後後來發現不對的 就說我是學生啊 學生你們要原諒我啊 各位我們台灣就知道 我們大學不是在教學生 在教畜生的啦 我告訴你 我在任何場合都這樣講 所以我說你不要來 我告訴你 你不要來 我來講 你不要來 你不要來 我們用力 判斷